1月20号,我们迎来了20次节气中的大寒 俗语说小寒大寒,无风自寒 大寒是天气寒冷到极点的意思 这是冬季的最后一个节气 也是24节气的末尾 过了大寒又立春 即将迎来新的一轮节气轮回 你看我们从字的变化 它凉,然后霜,雪,寒四个阶段 秋凉,酸降是霜,然后大小雪 到了冬至之后的是大小寒 寒就是最冷的一个用词了 冬至小寒大寒 大寒也是反应的 就是一个特别冷的一个时段 就是到了极致 它就要物极必反 它就必须回暖,回升 出了大寒就开始进入了立春 它其实温度有很大的变化 就是小寒和大寒跟立春之间的温差 能差到三度多 大寒时节正值年冠将至 边间有许多重要的大寒习俗 都与磁旧营新相关 如采碎,胡窗,尾牙记等 进入大寒这个交接气的时候 它有一个季尾牙 其实就是年初的二月初二是头牙 然后年末的腊月十六是尾牙 大寒这节气来的时候 它也进行季尾牙 这也就是说打牙记 这个时候全家人要聚在一起进行庆祝 吃一些这种家庭聚餐 家宴 采碎这个概念其实就是除夕的时候 那么小孩拿了压睡钱以后 然后到院子里头都是芝麻街 就是芝麻杆 然后小孩把柴的芝麻杆会脆脆的 然后它会响 噼里啪啦做响 这种就是崩崩斜气 同时然后迎来吉祥 胡窗户就是说 因为我们过去没有玻璃的时候 就是用那个纸透亮的纸 一层一层的糊上 但是那个纸比较脆 一年就需要一换 那么为了美化 它就会贴个窗花 那么显得一个喜庆吉祥的意义 大寒期间天气寒冷 全国许多地区都有吃糯米食材的习俗 以此来预寒暖身 大寒这个节气它比较特殊 就是因为它顾名思义 它这是最冷 那么糯米是南方最常用语来消寒的食物 因为糯米相对于其他大米来说 它是直炼淀粉 直炼淀粉就很容易被分解 就吃下去以后马上就暖化了 所以北京地区它就有个消寒糕 其实也是用糯米做的 就广东地区 华南地区它有糯米饭 里头会加一些高能量的枣 或者是含一些温补的一些食材 它补进来 就是大寒这个节气它会吃到 就说明明有时候 你也不可以吃到 我就说明明有时候